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徐州情况如何 刚刚收到陈规陈登父子二人书信 其二人深得吕布信任 已被请入徐州将军府了 好 告诉他们 吴毕 要离间吕布 和陈公的关系 使陈公丧失信任 逐步被变 同时 要设法及时吕布和刘备交恶 待徐州城中大乱 咱们就可以趁乱 拿下徐州 待事成之后 我就会表奏天子 册封陈规为徐州太守 请主公放心 陈氏父子足智多谋 定不负主公众望 好 走吧 拜许 拜许 上将军 康金大事 谁能得到上将军相助 谁便能主掌天下 袁术就是因为没有得到上将军相助 这才兵败寿春 成千古遗恨 我儿此话不然 听上将军之勇略 足可以驻守徐州 而得中原 只好得中原而得天下 为何辅助袁术等辈 父亲说得对 上将军统领的骁勇骑兵 无人能与之争锋 上将军的胯下赤兔马 手中的方天脊 更是天下无敌 上将军应该独领风骚 自成霸业 这个当然 不过仍逊你们贤父子 好生辅佐我才行啊 无疑犬儿 备受上将军的宠爱 更因赤诚报答呀 家父与我 也只有辅佐尚将军 成就功名霸业 方能不屈此生啊 好 好 来来来 跟我共进一杯 好 公盘先生来了 快请入席 你们父子二人退下 我跟凤贤有话要说 不必走远 就在庭外候着 凤贤啊 我听说你把他们父子二人 请到内府来居住了 是啊 还拜了他们为左右参军 没错 哎呀 凤贤呐 他们父子二人 那可是卑躬屈膝的小人呐 当初在陶谦账下 他们就暗通袁绍 去投机去力备主求荣 后来被陶谦察觉之后 差点被杀了 只是因为陶谦一时心软 才免他们一死 把持不用 今天怎么 怎么跑到你的面前来了 还跟他们搞得如此的情投意合 公台 陈规陈灯对我忠心耿耿 你何必妒忌他们呢 什么 我妒忌他们这对小人 哎呀 奉仙啊 杀唱征战是你所成 可是查人官室是你所短呢 今天他们对你如此的奉承 是必有所图 你万万不要被他们的甜言蜜语所迷惑了呀 陈公 你无端进产 想陷害好人吗 好人 他们是一队奸贼 这队不是什么好人 是中世奸 我自有名场 用不着你说三道四 你别忘了 在徐州城内 我做主 看来 上将军有了陈氏父子 用不着我陈公呢 先生如果觉得委屈 就请自便吧 好 我走 不过你记住 徐州城大祸不远了 是你带 审便 替我请两位参军进来喝酒 为人臣者 岂可对主公尔提灭命啊 非但尔提灭命 还想将主公置于掌中 这可是不识实物啊 我倒要看看你们父子二人 这酒里边到底放的什么毒药 先生不是说过吗 拭目以待 宫台先生走好 忠言一耳 萧小得知 如此下去 非但徐州不保 连我也会大祸领头的 不如离开吕布 另寻仙主吧 可是 茫茫天下 明主何在 何处是我 立身之地呀 吕布虽然愚蠢 却待我不搏 此人心性直说 还是个长不大的孩子啊 来人呐 先生 背马 我要出城射令 诺 背马 我要出城射令 诺 四人 四人 刘仲 四人 你说 是 好啊 刘备匹夫竟然暗通曹操 图抹我徐州 尚将军 刘备一直记恨你 夺了他的徐州 却又无法同尚将军相争 怎么办呢 他只好暗通曹操 以便借曹军之力夺回徐州 在下早就看出来了 刘备大奸四中 大伪四真 表面上道貌黯然 实际上却暗藏霍心 是个百年罕见的伪君子 说得好啊 太好了 尤其是大奸四中 大伪四真的妙语 堪称精辟啊 不过中奸真伪者 难道仅仅是刘备医人 在我们徐州城里 就没有其他的奸贼了吗 还有奸贼 是谁 禀尚将军 公台先生 是在说我 没错 我说的就是你们父子二人 如果我陈宫没有看错的话 你父子二人就真正是道貌黯然 满腹祸心 先生何出此言 在你父子二人没有进入将军府之前 徐州城里太平无事 在你父子进入将军府之后 徐州城里是非不断 先是曹操赐封将军为徐州墓 再是徐州城里出现了大量 形迹可疑的研究伤犯 今天又有了这封密信 说 你父子二人是曹操的奸细 还是刘备的奸细 或者同是曹操刘备的奸细吧 请将军斩下我的头颅 已是陈宫之矣 陈宫 你说陈登是奸贼 可有屏障 虽无贫障 但是我相信我陈宫的眼睛 上将军都听见了吧 徐家之罪 何患无辞啊 陈宫 我多次劝你 不要记贺人家 可你呢 总是疑心生暗鬼 蛊惑人心 我告诉你 陈登自入府一来 屡屡屡说你的好话 称赞你 学府武车 智谋过人 还赞你为当今第一谋士 而你呢 是吗 他们当然会在你面前称赞我 要不哪来的大奸似重 大尾似针呢 陈宫 快向陈登赔罪 消除误会 近视前嫌 绝对不 绝对不 听着 我令你向他赔罪 将军 陈登刚才已经把配件 成于你 你何不拿着配件 就把我给杀了 向奸贼赔罪 休想 你 尚将军 在下岂敢让公台先生 给我赔罪 还是我向公台先生 赔罪 公台先生 尽管放心 在下与家父 虽然结成辅佐 上将军 但我们永远也不敢 取代先生的军师大位 在下与家父 定会奉先生为师 共同 为上将军效命 先生听见了吧 人家是何等胸怀 何等气度 好 将军 事中事件 走着瞧吧 刘备暗通曹操 图谋徐州 本将军定 出兵剿灭刘备 以灭后患 众将听着 领张辽高顺 领一万骑兵 夜袭关羽迎战 领宋县魏絮 引军一万 断其后路 本将 自统大军 攻取小配 由我亲手斩杀 张菲内斯 等大军出城之后 领陈规陈登 守备徐州 终将 不得有误 遵命 各位即刻整军 等天黑之后 到南关集结 待命出发 诺 封县 还是让我来留守徐州 不撑 你神知兵法 临地之时 还需要你出谋划策呢 可是你把一家老小 整座层池 都交到那对父子手里 一旦有诗 如何是后 先生 你还是信不过他们 事不宜 先生 你姓陈 他们也姓陈 为何诸臣之间 总是水火不容 我从没听过他们攻击你 却老是听你在背后重伤他们 封县 我现在暂且不论 陈家父子的终和监 我只说徐州 徐州是我们的根据 命脉之所在 绝不如是 所以无论如何 要交到我们值得信任的将军 手里来住房 依我看 不如在张辽和高顺之间 选一人留守 不 刘备兵虽少 但他有关于张飞 赵云这几元猛家 而我又不能以一抵三 所以张辽高顺 必须随我临敌 但是无论如何 也要把那对父子分开 一人留守 另一人随军 也好 那我让其父陈归守城 我让其子陈灯随军 先生 你不是最讨厌陈灯吗 那我带着他出发 gratitude 嗯 啊 익 想啊 음 啊 啊 那 quoi 刚好 再起 我们的一举一动 去格外小心 陈公虽然已经生疑 但吕布信任我们 无妨 出城之后 城外的事 仅由我办理 城内的事 就托付父亲了 六手的两位将左 和六位校尉啊 都已经被我收买了 他们都愿意归顺朝廷啊 好啊 吕布兵败之后 肯定发疯般的奔回徐州 父亲 万万不可让他进城啊 放心吧 负责守朝的卫士 也都是我亲自选定的 父亲珍重 我儿珍重啊 出发 关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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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布 我万没有想到 竟然是他想念我 哥哥你放心 这儿有我的 不 哥哥你直把手掌 带上翻天铁锡 去逗逗寨寺 别动 敌军施打 不可接战 弥方何在 主公 估计不到一炷香的功夫 整个城池就跟被吕布围的水泄不同 我现在写书信已经来不及了 我招你火速出城 前去向曹操求援 另路过关羽大营时 告诉他坚守待命 在曹军到来之前 万不可发兵原配偿 切记 诺 三弟 在 关闭各处城关 令将士们上城据敌 你安得 这个责任部 只会偷袭 大尔宅何在 刘备在此 敢问凤仙将军 为何隐军前来 你勾结曹操 图抹我徐州 将军定然是误会了 在下只会与将军同心协力 共保徐州 绝不会勾结曹操 谋取徐州 因为徐州一师 太城也不保 在下岂能做这等蠢事 看见了吗 这是曹操给你的密信 被陈宫缴获 罪证确凿 大尔宅 我待你不跑 为何怕我 你外表忠厚 内心却奸诈无比 快开城门 我可饶你不死 否则的话 攻陷城池 老受不留 不是曹操的剑技 就是成功的剑技 曹将军 将军何在 我有钥区 禀报 我就是曹操 你是何人呢 在下陈规侍从 主公令我给曹将军禀报 吕布已经中计 率大军攻取佩城去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你马上回去告诉陈规 让他仔细把守城池 万不可放吕布回城 我三天之内必到 另外 你告诉他们父子 攻城之后 朝廷必有重赏 还有你 在下遵命 草人 在 他的马不行了 给他换匹马 好 另外 传命前军 加速前进 诺 这位兄弟 给我来 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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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公 草公 我是草公 你又是何人呢 吕布帅大军攻打佩城 我家主公万级 令我向草公求援的 知道了 知道了 你没看到我现在正往徐州去吗 曹公 你怎么会预先知道 吕不会攻打佩城 是啊 是啊 我怎么会预先知道 因为我能掐会算 料敌于先 先生 已经三天了 不管我们军事在城下怎么辱骂 他刘备就是坚守不出 而佩城已经被加高无耻有余 一时难以攻陷 你看 我们如何是好 刘备这是在等救兵啊 救兵 谁会来救他 难道你忘了 刘备暗中曹操的事了 曹操 如果曹操率大军前来 那就麻烦了 要不我们暂起班师 开始的时候 我并不主张对刘备用兵 只是你坚持要攻去配偿 现在咱们既然已经来了 就等于和刘备撕破脸皮 繁目成仇 岂能够在他城下辱骂一番就退军 另外 我也算了一下 曹操既是现在从衍州出发 至少也得五天时间才能赶到之路 也就是说 咱们还有四天时间 如果在四天之内 咱们要能攻陷赔偿 既是曹操率大军赶到 也只能忘关心探 好 先生 那我们要如何攻去配城啊 配城一手难攻 只能又刘备出城会寨 好 那我们要如何又刘备出城呢 我的尚将军 为什么事事都要问我呢 你可以去问问你的左右参军吗 万金时刻还得扬仗献上 献上教我 请先生教我 冯先生 你看这样如何 我们 将军 有什么情况 没有 嗯 你们要小心反护 诺 圣得贤弟如 with 我已率三万精兵来源 如日可到 三弟啊 是 曹操大军已到 他约我理应拜合 夹几旅部 好啊 这家伙来得真快啊 我又可以打开杀戒了 这几天可把我写坏了 十二日到 明日不就是十二日了 曹操用兵如此神速 难道他在吕布供我之前 就已经发病了吗 大哥 大有两个时辰 这天可就亮了 你赶快调兵潜将吧 好 传中将 大唐听令 大尔贼 你出来受死 不要做缩头乌龟了 快出城 出城就此 快快出城就此吧 出城就此吧 大哥 你快看 曹军到了 吕布的大军已经开始乱了 三地切记 不可恋战 将布军引之配合弯即可 知道了 三军听令 开城基地 准备 追准 二哥 大哥三弟 元昌 为何到此 昨晚曹操设雷密信 约我在此拒监吕布 坏了 我们中了奸计了 定是成功 以后我们出城 元昌 快撤 大二贼 大二贼 你跑不了了 快下马兽死 贼吕布 你三爷爷来了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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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关将军 张将军哪儿 他们 他们现在冲围里了 主公 小的亲眼看见 张将军被吕布 刺到马下 生死不明 上回去 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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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回去 主公 不能回去 主公 不能回去 主公 不能回去 上回去 我兄弟如果死了 我绝不都伤 主公 使不得呀 慢慢使不得呀 使不得呀 主公 让开 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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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不得呀 上回去 主公 使不得呀 主公 主公 你看看 救兵来了 救兵来了 救兵 救兵 服务 判断 救兵来了 实在是 请订阅 你故意让他结获的 当然 否则 吕布怎么会向你用兵 徐州又怎么可能会空虚 可惜 为此 我一个忠仆的性命 都丢了 曹操 你知道你有多狠 你使得这道奸计 不但使我丢了城池 还害得我两个兄弟 陷入重备生死门 我知道 贤弟不必悲伤 城池 我可以替你去取 关张若有不幸 你不是还有我曹操吗 咱们连手 何事不成 上吧 且看我如何舒适于我 将军 将军 上席探报 曹操的大天到了 你不是说至少五天才能到吗 今天才第三天 曹操真是巨奸 他一定是提前动兵了 曹军在哪 我没看到 你当然看不到了 我料想 他一定是奔徐州去了 徐州 对 他要娶我徐州 快回军 快 快 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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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踪 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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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贵 快开城门 放下吊桥 吕布 徐州城原本就不属于你 是你抢占刘备的 今天我要把它献给朝廷 你这奸贼 卖主求荣 这对贼父子 卖主求荣又不是第一回了 匹夫 曹操大军将日 你赶快逃命吧 否则将成瓮中之变 陈灯在哪儿 把他抓起来 我要用他的头颅 逼陈贵开城 到现在你还执迷不悟 陈灯早就不知去向 逃兵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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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三面皆敌 我们该怎么办 看来 徐州各军都已经落入曹操手中 这时下批应该还没有陷落 那里可以坚守一时 追守下批 走 去下批 走 走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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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三弟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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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三弟 你能安然无恙 谢天谢地呀 大哥 我和三弟杀出重围到处找你 急死人了 我倒就跟二哥说了嘛 怕个肾哪 咱大哥啊 那是上天脱圣的 逢凶化吉 欲赖成祥啊 哈哈哈哈 二零三弟 真豪吉 哈哈哈哈 二零三弟 何所言不虚吧 你现在兄弟有了 城池也有了 我有兄弟足矣 至于城池嘛 当然要归属曹公了 这话说的脱车 蛤 大哥 帮船 铁 大哥 谢曹公 主公 吕布已经带兵投奔夏批去了 曹人 在 立刻靠军 传命各部歇息三日准备 不 只准歇息一日 明日即攻打夏批 主公 将士们已经奔袭了六百多里 即使人扛得住 这马也扛不住啊 只些一天 恐怕 吕布如同惊弓之鸟 如果乘胜除之 很有可能投奔袁绍 如此一来 袁绍的势力就变大了 明白了吗 末将明白了 哎呀 凤仙哪 我们刚刚大败 死里逃生 这才来到夏批 啊 你看你 转眼间 你又快活的像神仙似的 先生我累了 小心一些 嗯 知道吗 现在外面是军心摇动 伤兵满营啊 你作为义军统帅 你应该到将士们中间去啊 我去过了 我刚刚视察过城防了 情况怎么样 夏批城防坚实无比 城中粮食充足 足够使用百日 城外又有到似水之险 只留湍气 曹操大军如果来 我军聚城而守 无忧 先生只管放心 报 上将军 曹操率军叩关 听得了吧 曹操大军又到了 你在这里对酒耽搁 人家可是没有片刻的细细啊 碧城减少 不可迎战 诺 报 赵将军 曹操匹马来到吊挑前 呼唤将军出城相见 他想见我 冯先生 曹梦德诡计多端 你可千万不要理睬他 见见又有何法 说不定 说不定他是来跟我求和的呢 哎呀 你 你怎么如此的天真呢 先生请上城 带我披甲后就来 快去我方天化吉 诺 将军 公台先生对你忠心耿耿 你真应该听听他的劝呀 陈公虽然忠诚 但他太过傲慢 那你呢 你就不傲慢了吗 奴婢倒觉得 这全天下最傲慢的 就当书将军你了 将军 你想 那承规父子 倒是最为悲浅 可是悲浅之下 暗藏奸险呀 爱琴说的事 我愧欲成功了 论英勇 将军是天下无双 可是论计谋 跟公台先生比起来 将军 倒像是个孩子 好了 快去和公台先生 商量一下 该怎么办吧 去呀 刘子 听说 傭儼 李宗 ? 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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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之劫茫茫茫茫 你是多少好不强 生佛又来不久长 岂入大江山 半流向远方 树草万全羞子 啊 细说梦里带心 一望 空城深堆早晚夕阳 平安心中心 我欲堆写 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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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望